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回到华视三国演义节目 中国的经济问题 特别是中国的发展模式 对于中国最近的经济发展的影响 是一个比较值得关注和讨论的问题 那我们今天特意请了谢金河社长 来跟我们谈一谈一些中国经济的结构性的 比较长远的问题 谢社长你好 王先生好 我最近看到中国国内的经济学家 大家在提出 现在中国的企业界 普遍的碰到了转型的 发展模式的转型的问题 他们有一个说法叫 企业不转型是等死 转型就是送死 那中国的发展模式 这过去40年来是一种高负债高投资 高速发展 但是对环保有很大的影响 对贫富差距有很大影响的 这样一种发展模式 现在是不是出了问题了 我想这个40年 这个时间拉很长 如果我们要把中国的经济最源头开始看 就是中国他经过毛泽东时代的文革之后 到了1978年的邓小平改革开放 他已经算开一个头了 也就是说在1978年 中国结束文革开始走上改革道路的时候 邓小平有三个非常重要的论点 第一个让少数人富起来 第二个不管白猫黑猫能抓老鼠就是好猫 再来是摸石过河 就是说在中国的社会体制的 共产主义的体制下 他从资本主义的方向去切入的时候 他其实他也不知道以后会发生什么事 所以他叫摸石过河 就一步一脚一帮忙往前走 这个中国在文化大革命那个禁锢的时代 大家已经是一穷二百了 我觉得有一段时间我在研究中国的文革 对中国经济到底有没有贡献 其实他最大的贡献是什么 他把中国所有的阶级 资产阶级都产平了 这个比印度稍微好一点 印度的总性制度盘踞 到今天为止他变成一个向上发展 改革的很大的阻力 中国把所有的阻力都拿掉了 拿掉以后 当你开始让少数人富起来之后 这个社会最聪明的人他一定会跑最快 所以我们看到每一个阶段 中国都有奋起的企业家 所以在工业的时代 然后一直到网络的时代 到网络时代你就看到马银马化腾 那个三马在整个中国 他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你刚刚讲到这个转型 我们现在回头看一下 中国的制造业 其实在这40年当中 中国第一个它是世界工厂 全世界都到中国来投资 中国能够有今天 第一个中国的经济 从90年代到今天 它几乎用跑百米的速度 不断的奔驰 中国经济就30几年 大概是人类历史上 最辉煌腾达的经济的发展 这个辉煌腾达到这里 它已经有瓶颈了 所以在过去这30年当中 中国是经济为什么跑这么快 第二点最重要的特点是 外国直接投资 你看外国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进入中国的外资 外国直接投资 台湾每一年都五六十亿美金 中国都超过一千多亿 这种一千多亿美元扎在中国的土地上 它当然会非常的快 所以有这么多的外国的钱进到中国 这是中国经济成长非常重要的动能 所以今天我们要回头看一看 就是说 当90年代全世界络绎不绝 台湾为什么我们会苦30年 台湾从90年代之后 台商大规模就进到中国去投资 离开台湾了 所以中国会截起 台湾会下去 这个时候我们最明显可以看到 这种前仆后继的外资 现在进入中国已经开始脚步放慢了 这不但脚步放慢 很多人开始跑了 所以最明显的就是说 我记得我在2020 疫情2019年 也到了东莞深郡去看 其实有很像东莞最明显 东莞Ni很多台商 你看那个Ni东莞或者石杰镇那边 很多工厂都废弃了 而且这个大家都搬离开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制造业当然会外逃 就是说如果你这个生产基地 Ni只是一个代工发展的基地 大陆现在发展的情况 跟台湾当年的代工产业是一样的 就是说你如果只是纯粹做代工 最后你只能足水草而居 哪边成本低就跑到那边去 所以你现在慢慢看到中国的产业 它不太明流在中国了 我有一次到了盲街 到了河内 在北叶那边 大概你可以看到 中国有很多纺织厂 现在都到北叶去了 这个已经非常明显了 你可以看到 全世界不会再把中国当成生产基地 最明显 三星最后连最后一个手机代工的基地 惠州厂它都搬离了 最后三星几乎把所有的生产基地 放在北叶的北林省 现在三星的产值创造的出口 占越南GDP百分之二十六 这个情况大概就非常明显 就像日本的汽车零组件的公司 大概都撤离了中国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中国的原来的代工的产业的机制 低毛利的这种 这个世界工厂的角色 大概现在 一定开始有翻天覆地的改变 第二个就是说 这个国家的指令 太彰显了 你可以看到中国一定有一段时间 它一定会鼓励或奖励这产业 比方说 中国有一段时间 它鼓励网络的产业 也造就阿里跟腾讯快速崛起 那再来就开始有一些送餐服务的美团 现在在AI 现在大家最明显可以看到 中国用举国之力发展半导体 再来它现在讲说 中国用一百兆成名币 发展第三代半导体 那我们一听 第三代一百兆 那个是很惊人的数字 这种国家资源 也会扭曲产业的配置 比方说当你现在看到 你鼓励奖励半导体 后来大家发现连卖鱼的去做半导体 然后房地产也做半导体 为什么 因为你只要提出项目 就可以到中央审批的单位 去要求它补贴 所以很多人不是真的做半导体 他是把工厂盖了 张白放半导体 但是它经济也没进来 然后也不知道怎么玩 玩那时候钱都玩光了 这个就是在中央补贴政策下 它会扭曲这样的一个产业的配置 所以这个是第三个 中国现在在整个经济发展当中 它所面临的困境 所以如果国家指令 在产业的发展的转型的路上 这种国家导向太鲜明 它也会影响整个产业发展的 它的配置 现在你看到 除了半导体 除了第三代半导体之外 中国几乎都在奖励补贴 这样种电动车产业 所以你看到零德时代 它跑很快 所以现在对中国经济来讲 国家重心手打造的产业 现在看起来说很强 但是它也有后揍的意义 就是说这个产业发展不均衡 然后这种资源配置 有乱套的现象 这个是中国经济未来 你必须要面对的一个改变 现在我们大家可以看到 刚刚我讲的 上一集讲的这个剪刀叉的现象 对中国制造业 它一定带来非常大的伤害 就是说我面临这么大的成本的 压力 但是我的产品几乎都没有办法转价 这种制造业的哀嚎 在中国我相信可能会 这一次会扼杀非常多的 基本的工业的生产 这个是对中国来讲 往下走 中国经过三四十年的 快速的蓬勃发展 现在是一个收念调整的下坡路 我想台湾跟日本 都走过那种三十年的 相对坎坷的岁月 我想中国现在开始进入这样的一个调整 是啊 是这个问题 实际上台湾日本都有类似的经验 但是中国非常明显的也是这个三十年来发展过程中间 一个很大的是一个房地产行业的这个快速发展和这个 对整个经济的这个比重太高的状况 中国整个经济可能三分之一是跟房地产业直接绑在一起了 那石板先生 你从日本的房地产业的这个发展到泡沫化 到这个出现问题的这个过程 对经济的长远影响来对比 中国的房地产业现在出现的问题 类似像恒大的这种状况 类似整个行业的这种高负债的这个状况 你从结构性了 你觉得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我觉得结构性有相似的地方 也有不同的地方 日本毕竟是个民主社会 所以日本的这个房地产之后 泡沫经济的话一直就是呆账死账非常多 让银行完全动不了 银行完全被呆账死账压死 但是这个到了就是说小权内阁的时候 其实他就是说 当然政府要救这些 救银行啊 某种银行 救银行 救银行的时候就是说 当然说在国会上 会引起了非常激烈的 剧烈的抗争嘛 当时我记得非常清楚 我那时候还刚刚出道 我写过篇文章是台湾 当时台海危机 这个李登辉要选总统 中国要做核弹实验 但是日本的就是为了 要不要救这些银行 在野党整个占据国会 然后日本去国会空转 当时日本的很多人就批评 你说这些国会议员不知道 就是说只是在这种 茶湖里的风暴 这些事情不如你要关心 台湾海峡的这个情势 这个有关日本的国家安慰 当时很多人都写文章批评 当时日本政府 后来当时说 后来把这个就是救下来了 就是啊 那个时候是小本内阁 后来变成小权内阁 才给他救出来 但是说我觉得这个毕竟 他救的一切都是合法的 就先立法 然后一步步弄出来 就是但是说中国呢 我觉得中国某种意义上呢 他是这个银行是政府开的 然后政府要不要救 政府一定会救嘛 一定会救的话 所以说大家更肆无忌惮地 去从银行借钱 这种而且呢 你能不能借到钱 不是因为你有没有违法 而是你政府的关系有多硬 所以说我总觉得 这中国的最后 日本的问题 包括美国的这个2008年的 这个雷曼兄弟的 这个问题也是一样 这个都可以在市场来解决的 但是中国最后一定会到 是一道政治问题 这刚才这个谢首长 也讲到邓小平问题 我觉得很重要就是邓小平 现在是中国进入一个 后邓小平时代 那邓小平后 邓小平时代 大家本来是认为 后邓小平时代 是会变成一个 政治上是稍微放开一点的 但是没想到政治又回去了 那么邓小平这个政策呢 我记得中国 当时中国人有人说一句顺口 比如说邓小平的思想 邓小平理念 就是叫什么呢 就是一块石头 两只猫 三条鱼 四只鸡 一块石头 就是一块摸着石头过河 我们找不到方向 两只猫就黑猫白猫 凡是就是有利 据起来 抓住老储的 对对对 这个实用主义 这个三条鱼 是邓小平九二南巡 提出的三个有利于 就是凡是 就是增强社会主义 综合国力的 凡是发展社会主义 生产力的 凡是提高有利于 这个提高人民水平 生活水平的 这三个有利于 我们都支持 这个就是 让那时候改革 迈不开步子嘛 邓小平提出三个有利于 结果呢 大家就拿这个 其实某种意思 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凡是有利于 这个东西的话 就变成了 后来经济发展 拿这个大家就可以 解决很多很多的问题嘛 就是关于性社 性资的问题 都可以不问了嘛 这是这三条鱼 那四肢鸡呢 就是四项基本原则嘛 坚持马克斯利宁主义 坚持共产党的领导 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坚持无产阶级专政 等于说 他先犯了三个 实用主义的政策之后呢 最后呢 拿一个意识形态 共产主义给你照起来 有个鸟笼子 对有个鸟笼子 但是说当时说 这个四肢鸡啊 四个基本原则啦 他是邓小平时代是 完全其实已是 名存实无的 大家说坚持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是没有威望 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是没有方向 坚持无产阶级专政 是没有对象 坚持马克斯利宁主义 是没有信仰 就是说基本上是 其实大家是 随便干的 但是没想到 习近平上台以后呢 把这四个 四项基本原则 重新拾起来了 而去回头呢 把这个养只猫 三条鱼杀掉了 然后呢 所以说呢 这一下子整个中国 这个我觉得 整个中国企业自己啊 他想转型 其实我觉得 如果交给市场的话 这些经营者 他们是通过自己的思考 通过自己的努力 是有很多转型的道路的 但是他政治 完全给你控制起来的话 这些企业全动不开了 所以我觉得 中国的这种问题的话 要跟日本台湾 日本台湾的话 都是慢慢最后市场 慢慢给调整出来 但是中国的话 我觉得这个呢 因为政治的独裁 后邓小平时代 再次进入独裁时代的话 会使整个的这个中国企业 就是某种意义上 死得更快了 就是总加速师 在这里 在发挥自己能力 是啊 是啊 他最近中国政府的监管力度 非常之大 特别让人注意的就是 习近平要清理金融债务 查金流 他实际上这个政府部门 跟所有的大银行 一个一个去查 而且是这个要查这个银行 是不是给很大多少贷款了 那个银行给滴滴打车 多少贷款了 那个银行跟这个阿里巴巴 有什么关系了 这么样查法的话 会不会造成这个私有企业的现金流被断了 因为银行的管理层都害怕了 这个你一不小心就被查到 而且几乎每个银行的管理层 可能跟这些私人企业 都有一些台面下的往来吗 中国的体制 它非常容易在政商当中去使力 是 所以我竟然开玩笑 我说你看 你在中国向银行借钱叫资产 在台湾向银行借钱 一定叫负债 借钱一定要还 对不对 但中国借钱可不要还 不要还 因为你能够从银行搬钱 企业才会大 所以这一次最明显一个 你把中国的房地产 整个稍微看一下 我先讲一个比较特殊的个案 你看今年二月 中国华融集团 奈小明二月不是枪毙吗 中国现在 中国华融现在债务谈出来 他股票停牌了 去年亏损一千零二十九亿人民币 一年 负债多少 一兆七千三百亿人民币 你想这一家公司 这个一摊牌的时候 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办 最后中国就像财政部就把它收回去 收回去你想一想 那个在你说了 亏损一定有人从这里面给他弄走 弄走你也不知道怎么办 那就不了了之了 所以现在 这个习一定发现 银行的亏空 一定到你无法想象的 也就是说 你想一想 像现在恒大 恒大他去查圣经银 圣经银原来就 这个 许家印开的 所以一定有连结 然后这次在展海航 海航更严重 你看连乘风的财产 我看现在都查风了 如果你把中国的那些房地产公司 仔细抽丝剥剪 那个债务之庞大是吓死人的 这个就是说 台湾很多房地产公司 老板你说 台湾如果能跟银行借钱 借超过一百亿 或五百亿 你已经很大咖了 你知道 中国要借钱多借一兆以上 这种一兆的公司 你看 这个恒大 当恒大地产 负债1.98兆人民币 这个你想一想 第一个 这个是银行债务 第二个 恒大有非常多的 恒大理财产品 那个高利贷的 金额不知道多少 第三个 恒大有美元债 美元债为数也很多 这个情况 如果最后他就要清产 我相信他一点办法都没有 因为为什么 一般正常的公司 你的股票的市值 基本上会超过债务 比方说台积电现在 四十五兆台币 他也没有借银行那么多钱 就是说 大陆那种叫不知不抵债 现在普遍都是 所以 我们如果从恒大地产 你往下看 像碧桂园 2.07兆港币 然后 中国融创 孙宏斌的 他一兆1300亿 港币 然后后面 你看到这一次曾庆宏 子女花样年 他股票价值 他得到五毛 现在停牌 股票价值 32亿港币 但是负债997亿人民币 你想 这个都摊在这里 所以中国富力集团 包括现在 利利集团 华夏幸福 你一字牌 可以牌十几家公司 现在包括潘石屹 我看Sofor中国 潘石屹 两夫妻都跑了 这个每一家负债都天文数字 所以习近平要去整顿 这一些金融机构 跟房地产公司的往来 这里面一查下去 一定但窟窿一大堆 所以 现在 一定人人自为 那这些 你高举的这种庞大的负债 你将来怎么还 因为 我如果把股票都卖光了 你想一想 喜家印在香港 有四家上市公司 一家恒大地产 一家恒大物业 一家恒腾网路 第四家恒大汽车 现在 你一把四家公司 你看它这半年 股价跌到你 我想象 恒大汽车是70万块 4毛5 港币 掉到上1.66 恒大地产 30万块半 跌到2.66 这个 跌下来之后 四家喜家印的公司 大概股票的价值剩下不到 900多亿港币 你想你负债快2兆人民币 你股票价值就不到1000亿港币 这个根本不可能 我把收了家当都拿出来 给你充公 大概也还不了债 所以 类似恒大或类似华融 其实中国的这样的个案 都不可生死 现在这种情况就是说 一直以来 大家官商勾结 用政治的人脉 到金融机构去搬钱 大家已经变成 平常 稀松平常的事 等到上级说要查 查现在 大家都 没在修 这个就是说 中国经济其实潜伏在底下 最严重是这个问题 房地产公司在过去 在中国的土地房地产 执掌不跌的时代 这跟日本当年盛况一样 等到它停了以后 那个车子停了以后 这下子麻烦了 为什么 你的交易量一定锐减 然后房价如果开始下滑 然后你的贷款一直 民间贷款 一般企业现在的贷款 高得吓人 你看日本经过30年 为什么日本泡沫经济 下来之后 日本辛苦30年 日本在最嚣张的时候 很多人贷款 我记得有一次 邱瀚先生跟我讲 他说他坐在家里 有50几组的银行 银行员 去拜托他借钱 他说你只要千秋网上三个字 他说我那时候算一算 可以超过一兆日币 没有担保 就是说日本在最风光的时候 他那个债务没有担保 你只要签注就可以了 等到房地产泡沫一出来说 通通都挂了 那个时候只要你借钱 中国现在的情况 绝对比日本那时候 要严重很多倍 所以这个是真正 中国经济未来往下走 我觉得那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变数 是这样 实际上中国政府最近也在查 不光是在查银行跟房地产的金流问题 也在查中国的企业的外债问题 虽然中国政府的外汇储备有三兆美金 可是它外债也有两兆多美金 这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企业界的美元债 像恒大本身就有好几百亿美元债 现在这些企业都还不出来了 如果企业的美元债要都还掉的话 中国外汇储备 很容易就少掉一兆美金 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很严重的 所以你这次看到 你看那个恒大这次美元债 他们又列出来了 列出来前十名排行榜 我看到第十名都还有一亿美元以上 那这些外国的投资银行 现在也是面对一个十字路口 为什么 在过去三十年 你看华尔街那些投资银行 大家都觉得中国是地表上成长 最速度最快的地方 所以大家都买了很多中国的标的 那这一次你如果仔细回去看 中国的地产公司现在的美元债 恒大的美元债 数量他没讲 但是他的利率是8.25到9.75 那这个时候你想一想 现在全世界的利率水平都在一附近 那中国借到将近两位数 那个是非常可怕的 花样年也是一样 最近还有一个在江西的叫做心力控股 他在香港上市 因为还不起美元债 股票停牌 这个其实都是冰山一角 就是说所有在中国 要借钱的房地产公司 除了在国内的金融机构 去拿钱以外 他们也把处角伸到海外 那伸到海外 因为你的美元债的利率 都比市场排高价格多了好几倍 这个能还钱的时候你就没有压力 但是你还不了钱的时候 你两手一摊 这个是当然有很多华尔街 那一些 你像瑞士银行 它有两亿七千五百万 那这个包括英国的那个投资银行 大概有四亿六千五百万美金 那这个其实都要算账的 也就是说如果中国开始耐债或倒账 然后这个对全球的金融体系来讲 它有潜藏非常多的风险 所以这个美元债最后怎么摊牌 那我想这个是下一个可能大家会面对 是啊是啊 石板先生 我们看到最近中国政府公布的一些经济数据 官方的数据 中国GDP今年第三季度增长4.9% 比市场预期的要低 而且这个采购经理指数 PMI已经跌破50% 而且是连续两个月了 9月份10月份都跌破50% 然后中小企业都低于50% 特别是这个几乎是所有的 PMI的这个subindex 它底下的那个分类的数据 都是低于50% 这种情况 那中国的这个媒体有在探讨 说这个是不是因为监管用力太猛了 然后有可能政府需要重新放水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 我们以前也讨论过 中国政府现在这个严控 这个媒体网络平台畅衰中国 不允许这个所谓自媒体也好 媒体也好 做对于中国经济做负面评论 那你如果大家都不允许 做这种讨论的话 那这个问题真的爆发出来 所有人都不知道 毫无心理准备 你觉得这个问题 我觉得这个中国控制言论 这典型的就是掩耳盗铃 掩耳盗铃这个词 从小就知道成语 现在才知道原来是这么用的 这种情况叫掩耳盗铃 就是说我记得2015年的时候 一个很大的股灾 就是说有人说是什么 来自香港的什么江派的反扑等等 各种 但是至少就是突然之间 这股票跌个不停 然后周围所有的人都在那里 被套牢了 被套牢 那时候我记得我在一个健身房里跑步 然后那股票跌下以后 看见所有健身房都算资产阶级 所有人都不跑步都在看盘 然后两眼都发呆 那种状况 该是有人自杀 对 那状况是很壮观的 但是我记得那次 他们所有的股评专家 有很多经济评论家 都不可以讲股市要跌的 任何负面的发言 就马上被 就是以后就不能上来了 所以说只能用积极慎重 或者不积极 跟你这次杀鸟连 那个蛋炒换 对 所以这种严重 但是说他即使只能说好不能说坏 但是所有评论家都是说受到非常大的谴责 一个是受到可能失去自己专业上的这种名声 但是一个可能失去职业 在这种犹豫之间 但是说他即使这样的话 从那以后中国股票基本上没有涨上来 不许所有人上岁的话 他到时候该不涨还是同样不涨 那么我觉得中国的经济 其实是特别是胡锦涛政权以后 都是靠不动产来撑起来的 那么我在北京 包括这几年 中国的所谓大企业 这个中国的所谓的就是什么福布斯排行榜 什么胡润排行榜 上面全是这个不动产 全是帮地产公司 但是这一次呢 消失了 这一次好像前十名 有一个好像 对 然后就是农夫山泉 是第一名 但农夫山泉 我对这个企业不是很了解 但是至少我认为 这个矿泉水 这不是一个高科技 这如果没有特权照着你的话 这谁都会做 让我给我投资 给我水源的话 我估计我也能成功 这也一定是正常勾结 才能产业 然后后边就是什么字节跳动 包括什么阿里巴巴 马云 零德时代 对 这些人 但是这些人的 他就横路的 一定要自由的思想 你有一个自由的环境 我才可以发展 如果说政府这么打压的话 这些企业也应该是我觉得 房地产不行 已经不行 而且房地产 现在每一个都是负债给给 很难再缓上来了 那么现在支撑着中国这个十大富豪等等 这些人我看他们也会 很快就会下来 就是这种 现在这一批的打压 或者是你是这个政权 跟结合的这个权钱交易 非常紧密的 这种人的话 只要政权一交替 这种人都会被淘汰 我们看到从90年代以后 中国的所谓的 富一百强什么的 就是说江泽民换胡锦涛 这些人都没有了 或者是什么关到监狱里面去 或者是就是说破产 或者什么自杀 或者都是 下场都很惨的 这中国的富豪能够持续 二三十年的富豪 像台湾的什么张忠谋 什么王永庆 这些日本的松下兴之珠 这在中国是没有的 中国基本上都是十几年 瘫花一现 然后自己的后台老板消失了 这些人就消失 所以说我觉得 现在中国这个 怎么说呢 习近平要打压下去 这群人 是我觉得是江泽民 胡锦涛时代起来的人 那么我想也一定有很多 跟胡锦涛 习近平的人 可能会被推出来 可能成为一代新的富豪 或者领袖中国经济 但是说他这种打压 他是整个是一个反商的 一种行为 习近平他带出来的这些 这些靠近习近平权益周围的 这些商人 能不能成功的话 能持续多久 我认为也是很难 很难持续很久的 所以中国的 我觉得已经进入一个 下降的快速循环的一个渠道 是啊 社长 你看这个 这一段时间 中国政府的监管风暴 确实造成了 这个资本市场的不闻 也造成了中国经济的数据 这个比较弱 这个刚才我们讲到GDP 讲到PMI数据 都跟这些监管用力太猛有关系 那往前看 最近这个经济学人 对于这个2022年全球的黑天鹅的 这个十大危机的预测 我自己算了一下 里面好像十大危机 有一半跟中国有 有六个 六七个都跟中国有关系 这个你怎么看 这个经济学人的这个研究 基本上我原来我就讲 中国的变数 是中国是个黑盒子 这个是2022年全球经济 最大的变数 这个是确定的 为什么呢 刚才一开始我就讲说 中国经过三四十年的快速奔驰 理论上他也应该会停下来 但是这个时候 本来你要休息了 我有一个刀乱砍 你拿个身上刀子乱砍会自残 那这个时候会加速中国的经济的 往下的墜落 这是全世界在2022年 这次经济学人 那个是有很深的含力 那经济学人每一次 做Homeman的时候 其实你看去年三月 他让中国戴口罩 然后 那这个 再来他说台湾是地表上 最危险的地方 那就反正每一次 他都一有所指 那这一次其实 所有的琢磨 都在中国的身上 也就是说 他当然也提到 美国如果急剧 抽紧银根 可能美国股票会大跌 但是第一条就是 美中的角力在 让这个产业链 这个偷钩 那这个偷钩其实也会对后面像类似通膨 这个都从这样引发的 刚刚石板先生提到以后 我们看几个表征 第一个 经济它会建立在一个 比较自由开放的体制 那你如果掐得太紧 我想会窒息 我们看到 中国在过去30年当中 很多人在讲 中国是全世界经济成长 最快速的地方 但是这当中 江泽民的10年 跟福锦涛的10年 走了什么路 叫做最极端的资本主义的道路 为什么 你只要赶搞会搞 然后会拿项目 你就都起来了 这个当然有官商体制的成分在里面 但中国当然他非常资本主义 现在你回到毛泽东的文革的时代 那问题大了 也就是说 从邓小平时代 让少数人富起来 真的很多人富起来了 马英他们都不得了 马化他们都不得了 现在叫做共同富裕 我的意思就是说 你让少数人富起来 那个聪明人一定跑最快 但是你要让后面奔的人拉起来 那就很难了 为什么 我们五根手指头 你现在规定说 我要一样平 他本来就不平 那你说要一样平 那个革命 那太困难了 所以现在他弄一个叫共同富裕 那共同富裕 他一定会抵消 中国企业家的创新的精神 也就是说 在过去二三十年当中 中国为什么会跑很快 因为很多人很能搞 搞到他就是差的 所以那个是建立在私有财产体制 如果未来私有财产体制有变化了 还有一个 你搞太大以后 后来会被他清算 大家会找你算账 所以你现在会发现 这个搞下去就不得了 所以你这一次看到 代表一个国家的企业 通常来讲股票 股价是有代表性的 这一次最惨的叫阿里巴巴 你知道阿里巴巴的股价 在香港从309.25%掉到130% 跌了56.5% 一个公司会跌一半 还有过资 我不急 那是很可怕的 腾讯 从775块半掉到412% 大概跌46.8% 那个也很重 美团420剩168% 大概跌60几% 这个就是说这一些公司 都是代表中国最有竞争力的公司 股价突然之间猛然下挫 而且跌下去之后 很难弹上来 这个已经是不太妙了 另外一个指标 我们看到 现在全世界的大型的公司 市值又出现一轮大风吹 你知道在这一轮当中 微软超过苹果 现在美国有三家 包括Google Google现在市值超过2兆美元 你看到美国有三家公司 市值超过2兆美金 第四名的亚马逊 第五名现在Tesla Tesla已经到6千多 到1兆1300亿了 这个美国前五大都超过一兆 第六名现在FB被他追过去了 后面除了博客下以外 现在还有代表性的公司 NVIDIA黄仁勋 他6200多亿 超过台积电 他没有工厂的 他就是IC是denied house 所以这个情况 现在你看台积电还赢腾讯 还赢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现在的市值 大概4300亿 腾讯大概5700多 这个情况也告诉大家 中国的企业的 它的重量一直往下掉 实际上我有看到一些 中国的学者讨论 他们也是担心说 这一次调整 这个最关键的问题 中国核心的根源 还是企业的股权出了问题 刚才我们讲到的 所谓共同富裕 本质上是要搞公有制 要共资合营 然后政府的监管 实际上也是对于 私有企业的打击 是不成比例的高 这种股权的不确定性 限制了中国的经济的长远的发展 你怎么看社长 这种情况会不会 基本上是使得中国企业家的 再投资的动能就失去了 这个影响非常深 我举一个例子来讲 你为什么阿里的股价 会跌得这么惨 阿里这个惨 从马云嘴巴乱讲话开始 但是影响阿里最立竿见于是 原来蚂蚁集团 要挂牌 阿里都通过了 但是他上市前一天 突然停了 停到现在也没有下文 后来我一直问 我说蚂蚁为什么最后喊停 他说这个是来自中国的内幕消息 他说 有人把蚂蚁金服IPO的认股名单 送到习近平手上 一大串名单摊出来了 这个习一看不得了 为什么 那个里面就有杭州书记周江勇 周江勇的个人家族 听说5亿人民币 有人就打一个枪说 这个5亿人民币 如果一旦股票上市 会变成500亿 这个对习来讲 他简直 他说股票原来这么好赚 所以你那个股权的设计 其实你看 因为那个马云的政商人脉 他的朋友圈非常广大 所以你看后来的赵薇 赵薇又联手一大堆 那个影剧圈的人 都有事了 财团跟马云有关的也很多 你知道马云有一次跟 甄嬛志去画那个桃花园 就一个地球 然后两个人一起拿到输物笔去拍卖 那张画卖了4200万人民币 港币 你想一想 后来随意标来那个姓钱的一个 住在香港的大陆人 那这个就是说 你背后当然 有很多的这种政商的人脉的错综 复杂的关系 中国的经济 我们竟然讲一句话叫 帮车杯电车四 为什么 你晃了以后 很多套万马奔走 收回来 一内就死了 这个体制非常明显就是 官至两个口 他决定很多人的未来的命运 所以你让马云受到这么大的限制以后 马云过去很多的 很活泼 很跳透的想法 突然之间都不见了 中国现在你谁 嘴巴要大一点 你说像任志强 他说国王没有穿衣服的皇帝 你像判18年 现在控管的严格 严格的程度 你稍微 所以刚才石板先生在讲 我说你现在连长津福 在讲韩战的 有人讲说大陆什么沙雕 那个人罗昌平 现在抓起来了 还有一个 现在连在微博微信上 写蛋炒饭的 也抓了 那你想蛋炒饭很多人 搞不懂到底什么回事 因为毛岸英是为了弹炒饭 被轰炸机炸死 这个现在变成禁机 在中国有非常多的禁忌 最后你会发现 原来经济活动 是要靠着很蓬勃的 这种社会上的 自由开放的民主化的风气 这个现在你都完全把它扼杀了 所以经常有人问我 他说美国跟中国这一战 到底谁会赢 我说你就不要靠 我说我不知道谁会赢 但是最简单的判断 中国人赚到钱 一定会把钱放在美国 包括小孩放在美国 你最近看到 华春莹在美国买房子 然后小孩子也在美国读书 就是你看 最后一定往这边走 你有没有听过美国人说 我把钱放在中国 然后钱存在中国 小孩子放到中国去读书 没有啊 人跟钱 一定会决定未来国家的命运 如果中国现在把大家掐得这么紧 这个时候 你的人跟你的钱 就像香港一样 为什么香港很多人要跑 这个就是一个人类的 对追逐民主 或追求自由的体制的这种精神 这个是 这个世界未来的方向轨道 你过度的违逆人类的 自然的法则 我想这不会长期永久发展 是啊 这个失败的 听到这个蛮有感想的 过去我在北京的时候 有的时候经常过 一个建筑物前面 一直每次都是人山人海 根本看不到建筑物什么东西 我刚到北京的时候 后来问他 我说这是什么东西 他说美国总领事馆 申请去签证的 每次都以为急事在闹市 然后后来我又一次去沈阳 去沈阳 沈阳有各国的这个领事馆 然后每个领事馆前面 都是武警 然后门锁着 然后前面有铁丝网 那墙是不让爬墙的 然后走走走 看这个西班牙总领事馆 我说这是怕偷渡进去 就进去以后要求政治避难 所以守着 然后西班牙 然后旁边土耳其 我说这国家大家也想 冒着生亡相当 然后走走 再走几步 有一个总领事馆 大门敞开 没有任何铁丝网 朝鲜民主 这个很清楚 你可以随便进去 所以中国人很清楚 很明白的 这个国家你要进去的话 还不如留在这里呢 所以我觉得这个 大家很明白 而且中国现在正在 这个朝鲜化 北韩化 在这种情况下 我觉得就是说 比如说这个蚂蚁军服的话 其实我也认识很多台湾人 就是说也是事先 就是也投资了嘛 后来就没有了嘛 但是我觉得这些人呢 他们就是说 他们只看那个报表啊 觉得中国还很有希望 而且认为这个蚂蚁军服啊 就是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 一定会解决的 不知道有什么 对中国存在很大的幻想 又有很大不知名的信心啊 为什么有啊 因为我想他们如果是可能 纯粹做金融的人来说 光看报表的话 中国的报表是最漂亮的嘛 你投资多少钱 然后多长时间以后 可能给你的回馈率是最高的 但是说看不到旁边的风险 这个中国的风险 要比别的国家 大的很多很多很多 但是说这个都 都完全是 就是说中国是一个人质社会 就是那个中国的这个领导人 一拍脑门 就可以决定很多很多人的命运啊 就是我看中国的企业 刚才讲的一个是 这个 就是我看就是 全世界的企业 其实日本泡沫经济的话 时候全世界的 比如十大企业 五十大企业的话 日本很多公司都是榜上有名嘛 像什么索尼啊 什么NEC这些 但是现在日本企业都不行了嘛 现在都是美国刚才讲的那些巨头嘛 就是说什么谷歌 什么这个演说 中国的企业上来 中国企业是最奇怪的一个报表 就中国或者是中石油啊 那种巨无霸 大的国企 巨无霸的国企 对或者是就是阿里巴巴这种新型的这种 就是两种 其实这两种都是靠政商结合来这个形成的 而且都是你要中石油这些人 就周永康事件一下倒了那么多嘛 现在是马云天天的逼捐 被他捐那么多钱 然后自己去 我觉得又被罚款嘛 然后又被逼捐嘛 然后自己多少年被软禁 在中国软禁很长时间 现在跑到西班牙去 也完全不敢见记者 也不敢说一句话 到底是在那里表演 所以我觉得这种人都是很可怜 所以说我觉得 在中国的企业的风险 其实都是政治风险 后面他看不到的政治风险 你千万不要光看他那个报表 他那个经济成长率 他那个回报率 来判断你投资 我觉得这个政治风险是 报表上反映不出来的 但是其实是非常非常危险的 实际上过去几年 蚂蚁金服也好 马云阿里集团 还有腾讯集团 他们也成立了很多的这种创投基金 他们到处去投资 现在要都被迫要撤回 这种状况 像最近这个比较有名的例子 就是财新杂志 胡舒立的财新杂志 这个阿里集团是最大的股东 现在好像也要退出 要切断这种关系 那这个社长你怎么看 现在像财新杂志这种都被打压了 这个它实际上是一个财经性的杂志 这个都报道财经问题都被严格控制 这个对于整个财经界 金融界的信息流通 会有很大的负面影响 基本上财经杂志 它的走向跟财讯很像 你知道当改革开放开始 胡舒立去办那个杂志 我也见过他 后来他来台湾也来找我 所以我们在财讯的办公室 聊了一个早上 这个就是说 他也算是在中国算很优秀的女性 去创办一个杂志 那你看他早期财经杂志可以发展 可以有一些讲话的空间 现在看起来一来一困难 那这个一来一困难就是说 你一个国家体制会决定一切 如果你从中国未来发展的角度来讲 你知道邓小平生前两项借力 我觉得那个非常重要 第一个这个韬光养晦千万不要强出头 这个到习上来之后他已经忘光了 所以你现在战狼外交就天天恐吓人 天天恐吓台湾都一样 就是说邓小平当年的借力 现在不复存在的 第二个一个人只能认两任 第二任要寻找隔代接班人 这个到习上来之后 现在被皇帝以后也全变了 这个两项邓小平的借力 我想你推翻以后就很麻烦了 第三个大家一定要知道 刚刚石板先生提到朝鲜的办事处 我三年前的今天正在朝鲜访问 后来发现 这个全世界让你回味无穷的国家 就到北朝鲜了 为什么 我们从安东去坐火车 你上了火车以后 手机全部都不会通了 我在那边十天 我就发现你跟世界是隔绝的 然后你会发现像那个导游 他们都别着金正恩跟金正日的徽章 从金正恩别三个 他说我们伟大的领袖 他把他掉眼泪 他就说所有北韩 包括我们去参观农村 或者工业做鞋子 我看都装出来了 那个都样板的演出 北韩到今天为止 你看他经济是一穷二百 如果你跟南韩一向要对比 那简直无法想象 这种极权专制体制的这种政治体 包括俄罗斯都一样 俄罗斯在80年代 基本上他可以美苏对抗 美苏冷战 但是现在你慢慢发现 普丁这二十年 苏年的GDP 几乎原地不动 你知道俄罗斯现在的经济的总产值 是一兆三百亿美元左右 一兆三百亿美元跟南韩没有差多少 你想一想我们心目中都觉得俄罗斯是大国 大国算大国 但是他经济变中型国家了 这个就是说原来俄罗斯是世界的 不管政治经济都大国 现在他的经济已经不行了 如果未来习是走这样的一个 极端的这种专制独裁的路线 那中国原来这么多年 你不管政治体制怎么走 他其实只有两个字叫封建 所以封建再加上基前独裁 就等于回到原来的地制 那这个时候我相信 对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 跟他的未来走的路 可能中国的经济要再恢复成长 机会会会非常小 对 今天谢谢社长 谢谢石板 我们的时间到了 谢谢大家